好,那么这个AJAX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AJAX技术这个首先是它什么呢? 就导致了什么?这个JavaScript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是吧? 促使这个JavaScript是什么呢? 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吧,这个语言,是吧? 很多时候也是有JavaScript这个技术啊。 那么首先一点的话,我们的JavaScript这个语言呢, 它是运行在什么?客户端的。 这个语言的话,它有全线限制。 JavaScript本身是不能对文件进行操作了。 我们的Python是可以操作文件吧? 对文件进行读写是可以吧? 还可以删除,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JavaScript本身是不行的, 它做不了这些事情。 为什么呢? 这是安全的考虑, 对安全的考虑,把它设计成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JavaScript可以什么? 操作文件的话,那么它很容易就写一些程序, 什么样? 就威胁到用户的什么? 它的客户机的一些安全吧? 是吧? 比如说我可以任意地改你的文件, 这个是很什么? 是不是很不安全的事情呢? 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JavaScript是做不到这些事情的。 那么的话,后台语言为什么可以啊? 比如说Python、Java、PHP这些语言为什么可以修改文件呢? 他们是跑在服务器上面的吧? 他们不是跑在客户机上的。 我们的JavaScript是跑在客户机上面的。 就是客户怎么跑这个JavaScript呢? 他是怎么样? 先从服务器上把这个JavaScript下载到本地吧。 然后本地在跑这个程序,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程序可以操作你的一些文件会干嘛的, 那么是不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说他是做不了这个文件读写的。 文件的操作不行。 那么而JavaScript技术的话,它可以什么呢? 而JavaScript实际上,它怎么样呢? 它就是稍微越过了这个权限,怎么样呢? 它可以读文件。 而JavaScript可以读文件。 什么意思呢? 就让这个JavaScript可以什么呢? 发送HTB请求。 然后的话,与后台通信,然后获取数据和信息。 相当于是怎么样呢? 它可以读文件。 就是读后台发送的一些东西。 后台实际上发送的也是一个文件。 它可以读取后台发送的这些数据和信息。 那么这样子原理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我们什么呢? 就是它的原理。 它原理是这个什么呢? 它可以什么? 通过实力化一个这个对象。 通过这个对象的话,与什么? 后台进行通信。 实际上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要用它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写。 但是的话,我们J. Corey怎么样呢? 已经把这个JavaScript函数已经封装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拿来直接用。 至于说这个对象它怎么用的话, 我们不需要关心它。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用它就行了。 直接用这个JavaScript就行了。 它如何封装的话,JavaScript已经封装得很成熟的。 不需要我们重复造文字去写这个对象, 然后让它去通信。 这样子的。 好,那么二加格式的这个通信的过程呢, 它怎么样呢? 它不会影响后续的JavaScript的执行。 然后呢,可以实现什么? 异步操作。 是吧? 好。 那么这是关于二加格式。 二加格式本质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什么呢? 发送HTTP请求。 就是什么呢? JavaScript本身可以发送HTTP请求。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在这个地址栏里面输入一个地址, 这是不是发送HTTP请求啊? 是吧? 我们请求一个服务系的一个远程的地址, 请求一些资源。 比如说请求一个网页, 或者请求一个图片,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什么呢? 而JavaScript本身它可以什么样呢? 发送HTTP请求。 所以说它绕过了这个什么浏览器的地址栏吧, 它自己就可以发送。 就不用浏览器的地址栏来发送。 所以说它怎么样呢? 它可以获取一些数据过来, 是吧? 获取一些数据过来之后怎么样呢? 就可以把这些数据放到页面上, 从而实现什么呢? 实现一个什么局部刷新或者无刷新的效果, 类似于这种。 好,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说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同步和异步, 同步和异步我们来说一下。 好,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的同步是指什么? 现实生活中的同步是指什么? 指的我们同时做几件事情。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同步吧? 好, 现实生活中的同步是做同时做几件事情是吧? 现实生活中的异步是什么呢? 先做一些事情, 然后再做另外一些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异步, 是吧? 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同步和异步。 然后我们的程序里面的同步和异步是怎么回事呢? 就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你把现实中的这个概念把它领过来之后怎么样? 就是我们什么? 程序中的同步和异步, 是吧? 程序中的同步是什么意思呢? 程序中的同步就是先做完一件事情, 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叫程序中的同步。 那么程序中的异步是什么呢? 同时做几件事情, 同时做几件事情, 叫做程序中的异步, 是吧? 那么大家觉得是, 程序里面是同步好还是异步好啊? 肯定异步好嘛, 是吧? 同时做几件事情嘛, 相当于多现成的做好几件事情, 是吧? 这个叫异步, 是吧? 所以说异步肯定比同步好, 是吧? 它这个概念跟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 是吧? 完全相反。 好, 这是关于同步和异步。 大家这么理解, 就是说把它拧过来, 相反的想就可以了。 这么想。 好, 那么接着再说另外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关于局部刷新和无刷新。 局部刷新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就是我们的, 呃, 这个AJAX是怎么样呢? 它可以绕过这个HTTP请求。 比如说我们, 地址栏访问一个页面之后, 这个, 这个页面是不是要整体的重新加载一次啊? 比如说我们想加载另外一个地址, 我们输入另外一个地址, 比如说, W.百度.com, 是吧? 把这个地址输入进去之后怎么样? 回车, 它是不是会整体的刷新一次啊?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整体刷新吧? 是不是整体的这个页面是整体刷新的? 是吧? 但是的话, 我们的什么呢? AJAX可以代替这个, 代替这个浏览器发送这个请求, 去请求这个数据过来, 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这个可以是不是绕过这个什么浏览器啊? 不用浏览器发, 我们自己可以发, 发完之后, 然后把这些数据塞到页面上,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局部刷新的, 也叫无刷新啊, 实际上局部刷新和无刷新是一个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价格式请求, 去请求回来, 然后把这些数据放回到页面上, 那么页面呢, 就是说, 数据的那一块会变, 是不是这样的啊? 数据那一块变了, 那么其他地方就不变啊, 那么这个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实现局部刷新啊, 那么也叫做无刷新啊, 就这个意思啊, 局部刷新和无刷新是一个概念啊, 有人叫局部刷新, 有人叫无刷新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价格式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价格式在这个请求数据的过程中怎么样呢? 就是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价格式的执行, 所以说后续的价格式执行和什么呢? 而价格式的执行怎么样呢? 它们是什么? 是异步的吧? 相当于同时做,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同时做啊? 而价格式, 比如说我请求一个数据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可能这个网络原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可能暂时过不来, 然后的话, 你后续的价格式还在运行, 是吧? 这是不是同时在做两件事情啊? 这个就是要叫做异步, 有没有没有? 这个就叫做异步, 就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啊, 就叫做异步啊, 那么的话, 我们价格式里面就是很多地方怎么样, 把这个异步拼命的说是吧? 一个劲的夸这个异步怎么好怎么好啊, 算就是说它可以怎么样呢? 同时做好几件事情啊,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两个概念啊, 一个是同步和异步, 一个是什么? 局部刷新和无刷新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同样策略怎么回事啊, 好, 那么这样子怎么用呢, 是吧? 我们来用一下它, 是吧? 用一下它啊, 好, 刚刚的话我们什么呢? 已经用服务器跑了这个页面跑起来了吧, 是吧? 跑起来了, 是吧? 跑了这个页面, 比如说Local Horse的刚刚的这个页面啊, 好, 这个页面跑起来了, 是吧?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用这个页面来做这个价格式, 刚刚我们是不是写了一个数据啊, 是吧? 我们刚刚是写了一个Data.json这样一个数据啊, 是吧? 然后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页面来把它请求过来, 是吧? 请求过来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还是得怎么样呢? 把JQuery放过来啊, 这个地方没有JQuery, 是吧? 这个页面里面没有, 好, 新建一个JS文件吧, 把JQuery拿过来啊, JS文件啊, 好, 然后的话, 这里, 好, 把这个JQuery拿过来, 复制一下啊, 好, 拿过来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 就是来把这个JQuery先把它引进来吧, 引进来啊, 引进来啊, 引进来之后, 比如说这个, 呃, 好, 这个里面不能写啊, 引用的这个JS里面不能写其他的JS啊, 这个Src等于什么, JS里面的这个JQuery,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写Jax, 是吧? 然后, 这里面Jax怎么写呢? 实际上比较简单啊, 就是, 多了, 多了什么, 点Jax, 这么写就行了, 啊, Jax, 好, 那么多了点Jax, 多了点Jax, 然后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参数, 是吧? 参数的话, 其实类似于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什么呢? 类似于一个对象的形式啊, 也类似于一个什么字典, 是吧? 好, 那么它里面有什么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看一下啊, 这个, 把这个, 关掉了, 这个, 好, 首先的话, 它有什么参数呢? 首先是一个URL, URL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 请求这个数据的地址, 是吧? 然后的话, 再有一个Type参数, 这个参数干嘛呢? 就是获取, 获取的方式, 那么获取方式有什么呢? GET和POSE的两种方式, 是吧? 我们传递数据也有两种方式吧, 是吧? 然后Data Type的话, 就是你返回的是什么格式, 那么是JSON, 是吧? 好, 然后这个Dat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传给服务器的, 我传给服务器的这个什么呢? 数据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先不传服务器, 我们先读, 读过来啊, 然后的话是什么呢? 然后还有一个Sexas, 就是成功之后, 然后这个数据的话是什么? 是吧? 成功之后这个数据是什么? 然后失败的时候这个数据, 这个时候返回什么? 好, 这是什么呢? 它这个是传统的写法, 是这么写的啊, 传统写法是这么写, 然后我们的什么呢? 推进的写法是怎么写呢? 就这么写, 那么这个, 把Sexas不在这里面写, 直接写一个Dun, 点一个Dun, Dun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怎么? 这是Data, 是吧? 这个是传过来的Data, 然后可以弹出这个Data里面的东西, 是吧? 好, 如果是失败的时候干嘛, 是吧? 失败的时候干嘛? 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刚才我们写的数据, 是吧? 读一下刚才写的数据啊, 好, 首先是什么? URL, 是吧? 好, URL, 然后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的那个数据是什么? 就是Data.json吧, 点Json, 刚才写的这个数据吧, 是吧? 好, 然后的话是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什么? 呃, 这个Type, 是吧? Type, Type就是什么呢? GET方式, 是吧? GET方式啊, 好, 然后的话就是什么呢? 再拿一个是Data type, Data type, 就是它返回的这个什么呢? 返回的这个数据格式, 返回的数据格式, 返回的数据格式写成什么呢? 写成Json, 是吧? 返回的数据格式写成Json, 好, 那么的话这是前面几个啊, 然后这个Data的话我们暂时不写, 这个Data是我们传给服务器的, 我们暂时不传啊, 那么这个是不写啊, 完了之后的话, 那么就是, 再来一个Data, 是吧? Data的话我们, 那么的话它默认是什么, 这里写这个sets吧, 这个sets啊, 好, 那么我们用新的写法, 就是这里面写一个什么呢? 点, Data, 是吧? Data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怎么, 来一个里面的, 再来一个什么, Function吧, 里面来个function啊, Function, Function, 然后是把Data传进去, 是吧? 好, Function, 好, 那么的话可以写的更好看一点, 就是把这回收一下, 是吧? 换一行, 这么写啊, Function, 然后是这里拿一个什么呢? Function啊, 翻页完之后,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传一个数, 传一个参数, 传个什么参数呢? 就是这个地方, 你传一个a, 你这里面就用这个a, 明白没有? 是吧? 你传什么就用什么, 是吧? 好, 你比如说传一个DAT, 是吧? DAT, 是吧? 你这里面就用这个DAT, 是吧? DAT, 比如说什么呢? alert, alert一个什么呢? DAT, 是吧? alert一个DAT, 或者是cancel log出来也可以啊, 把它cancel出来啊, cancel, cancel, cancel log, 把这个DAT打出来,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成功的啊, 如果是失败的是吧? 好, 失败的话, 这是fail, 是吧? fail, fail的时候干嘛呢? 就是拿一个什么呢? 呃, 弹出一个东西出来, 是吧?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fail的时候, 是吧? 服务器超时, 是吧? 弹一个东西出来, alert一个什么呢? 呃, 服务器超时, 是吧? 啊, 服务器超时, 好,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数据可不可以过来, 是吧? 这个数据可不可以过来啊, 好, 那么重新的再刷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好, 再刷一下这个页面啊, 好, 刷下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没有cancel出来, 是吧? 有没有cancel过来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来一下cancel, 是吧? 嗯, 没有是吧? 没有啊, 有没有报错, 是吧? 检查一下啊, 嗯, 嗯, 好, 我写的是这个htm, 是吧? 写的是这个htm, 好, 好, 把这个文件搞错了啊, 好, 再来一下, 然后把这个htm把它删了啊, 把这个删了, 这个删除, 然后这个改一下啊, 好, 再来写一下啊, 好, 再回车一下啊, 回车一下啊, 我们来看这个cancel啊, 看这个cancel, 这个地方是不是过来了, 看见没有, 数据是不是已经过来了, 是吧? 数据已经过来了, 比如说这个lame是hom, 是吧? age是18, 然后这个info里面也是一个arrow, 是一个数组, 是吧? 好, 数组里面有两个数, 0是mail, 1是什么student,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弹一个alert, 一个什么呢? alert一个什么呢? date里面的什么, name吧? 是不是可以这么操作啊? name啊,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好, 再刷新一下啊, localhost啊, 好, 这个时候是把ton弹出来了, 是不是弹出来了, 是吧? 弹出来了啊, 弹出来了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来,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数据塞到这个页面上, 是吧? 塞到这个页面上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是这个, 嗯, 写一个吧, 比如说这个是, 比如说这个是姓名, 是吧? 好, 这是, 好, 这个是姓名, 是吧? 姓, 姓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啊, 这个是span, 是吧? 好, 姓名, 然后是年龄, 是吧? 这个是年龄啊, 年龄是什么呢? 年龄就放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id等于什么呢? id什么呢? id等于这个u, username, 是吧? id等于username, 啊, 然后的话这个什么呢? 这个id等于什么呢? 这个, 呃, userage, 是吧? userage, 好, 这个弄完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数据塞过来啊, 把数据塞过来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写一下, 是吧? 好, 那么这里面怎么样呢? 这里面因为要填测到什么呢? 获取这个里面的元素吧? 所以说我们把整体的还是放到这个ready里面, 是吧? 整体把它放到ready里面啊, 好, 比如说, dollar什么呢? function啊, dollar function, 然后的话,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啊, 好, 放到这个里面之后我们要干嘛呢?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把把这个东西塞进来, 是吧? 塞到这里面了, 那怎么塞呢? 比如说, dollar什么呢? dollar这个警号啊, userlame, userlame,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 点html, 是吧? html哪一个呢? data的点lame吧? 是不是担心来了, 是吧? 好, 然后多了什么呢? 这个警号啊, userage, 是吧? userage, 好, 然后是html, 是吧?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data点什么呢? ag吧, ag啊, 好, 这个, 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这个是不是姓名和年龄是不是过来了, 是吧? 这个数据就过来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简单的一个演示啊, 简单的一个演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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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否你会把这些演示啊, 太多也是然后就是这样的演示啊, 所以就是喜欢这样的演示啊, 非常有彩方就在一起演示啊 不正的演示啊,